耶 各位 非常的興奮啊 今天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 新家的3D Final 手機 終於有Final了 是你要的嗎 Victoria 那也是一個Hidden Door 對 有一個Hidden Door 它的鐵片可能還有一點不浪點 裝修費用是一次過付嗎 如果你有跟別人住的話 你們必須溝通好 你需不需要這個東西 耶 各位 各位 非常的興奮啊 今天 耶 嘿 今天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 新家的3D Final 手機 終於有Final了 終於真的是 終於有一個Final OK 我覺得呢 設計我們的家 好像也蠻辛苦一下下的 對 因為輸得好 我有一點小挑剔 就是我有我堅持的東西 就是我會要想很久 因為我會來在腦海裡想一遍 嗯 這樣子好不好 就是足不舒服這樣子 啊 By the way 就是有一些很多過程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裝修前 學習到很多東西 跟一些我覺得 大家可以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或者是在裝修前 大家可以有一個 心理準備 對 可以在提前準備好 這些message啊 這些info 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去跟我們的ID開會 去他的office開會啦 啊 我現在有點小緊張 因為我期待了很久 很希望我等下看到的表情是 我喜不喜歡一個設計圖 很明顯齁 妳的臉很明顯 呀 我的整個表情都會擺在臉上 其實應該講上次那個設計圖 已經出來大概有50%啦 對 現在是把剩下50%做完 對 所以很期待跟大家分享 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我們的ID呢 我們找的是CubeCreation 然後是朋友介紹我們的啦 我們就丟了一 互打互撞 找到他們的 對 然後就try一下 到底符不符合我們的設計那一些 還有給一些我們設計的概念那一些 我覺得非常符合我們要的 就是我們要符合蘇生要的室內設計師不簡單 你這樣講話很雕難這樣 沒有 因為這個設計師他都有講啊 就是蘇生是一個比較designer 所以我們要的東西 比較馬來西亞不會做 比較馬來西亞不會做 有些人可能做不到 不然就是有些人可能沒有那個sense啊 所以他就覺得比較辛苦或蘇生 因為我覺得他們好像蠻適應我的耶 他們很喜歡蘇生這種想法 就是可以大膽玩 他們可以大膽去玩很多東西 其實我發現很多ID啊 因為他們被很多馬來西亞來去要的東西一樣 他們做工作比較無聊一點 一來去封個流一樣 然後也沒有什麼太多可以去玩的東西 然後他也講他遇到我們 他們覺得我們東西很大膽很敢玩 所以他也很享受這個project 對 到了到了 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是好結果嗎 我們今天來的是他阿卡迪亞的office 真是新的一間分行 他們很有錢開了第四間了 他還有第五間還沒有開爆 哈囉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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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開了 現在是來這邊還是多多人的時候開張的時候 對 對對對 還有白色的dress card 哈哈哈哈 今天目標什麼 今天目標我們要finalize on 整個裝修的一個structure 就講那structure的concept 任意要定下來先 ok要穩重先嗎 定下來先 第二來講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budget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環節就講 往往很多人就會有一個誤解 designer騙人呢 不是騙人 是你不夠有錢 蛤 不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有錢什麼都可以做到的 不是要講 我們designer有時候要繳盡腦子去 處理那個 就講圖的像要有 outcome出來要有 但是我們要怎樣去把那些東西 完成它 就是用那個material material很重要 你可以故意有故意做 便宜有故意做 但是效果出來也是不錯的 對 平衡點拉拉平衡點 x and match everything idea 隔壁啊 如果有什麼話拉扭它 就叫隔壁嗎 呃 3 看過了看過了這個 看過了 我只是沒有那輛車而已 對 你們可以包買車給我們嗎 可以 神台 神台也換了點了 哦那個櫃子不見了 那個放東西 對對對 哦 一嘛 現在有現場 檢驗一點嗎 對 對 這是你的私廚房 這個應該沒有改啦 對 廁所 是你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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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 Victoria secret 如果要放裡面 哈哈哈 這個也有改 這也改 這也改 稍微一個 小改 你還記得改了嗎 這個書裝牌啊 什麼都有改 不是這個也有改 不是這個也有改 然後那個這個 公有 我以為是我問題 以為是我們的問題 啊一定講有改 可是我看不出改了 但是你講你不要抵折 不要這麼多 這樣你就這邊還可以做移除 就是移除我是做成兔影的 你還可以做一個全身鏡 就是前面的那個門是迷入來的 所以你不需要看前面鏡 前面鏡可能有點小 你就可以轉過去 不可以看全身的 哇 很多戲下的ID 你可以演的一次嗎 哦齁 沒有 超過你了 你很不錯的 idea 是不是很爽啊 這杯感覺也是很不錯 也有一個hidden door 有兩個hidden door 其實 hidden door 它的鐵片可能還有一個斷點 一定有啊 它那個鐵座啊 它是我們的slick flatbar 對 Susan 你的笑容不要笑那麼開喔 之前下在那邊 一起打氣一下 你這樣我喊 常有Susan家 加油 好好來 常有Susan家 加油 Elly一下 我覺得這一次的ID設計呢 已經達到了我95%以上 你呢 其實蠻高的 嗯 差一點的東西嗎 對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部分 我們覺得我們需要改 然後我覺得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在整個過程 怎麼在裝修前跟你的ID溝通好 因為我覺得 像是我們也有問他們啊 欸現在人裝修啊 大概是怎麼樣的 他們都會反饋講說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就全全的交給ID們設計這樣子 我覺得做好功課是很重要的 再第二去感受多一點室內設計的東西 比如說去朋友的家 然後去酒店觀察 還有去別人的store 很像有一些store的設計 cafe的設計 一些靈感的方面去收集它 然後第三點咧 我覺得 我最benefit的東西就是 我租過很多家跟房子 我生活在每個角落太多了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不喜歡什麼 我喜歡什麼 然後租齡的時間其實可以反饋很多東西 像是我不希望我的曬衣的地方 離我的衣出很遠 像因為我們現在租的屋子呢 曬衣的地方是二樓 然後我的衣出在三樓 所以我每一次呢 我都需要折好衣服 再搬去三樓這樣子 像這種功能性的地方呢 是需要你體驗很多 住在哪裡的環境 你才可以收集得到的 所以你要很了解自己喜歡什麼 跟不喜歡什麼 像我呢 我現在就會安排我自己的新家 我的睡房 我的 wardrobe 我的 main bathroom 跟我洗衣服 曬衣的地方 全部要在同一層樓 因為我不想要有上下樓 就會造成我生活機能不方便這樣子 還有就是 像我剛剛有講的 就是你去體驗別人的家 到底怎麼樣 像我之前去一個朋友的家 我就覺得 嗯 我想要我自己以後的家 我不想要這麼膽調 所以我就去做很多功課 然後去收集我自己很喜歡的家的樣子 我有一個PDF檔 我可以秀出來給你們看 我到底是怎麼樣去跟我的ID 聯絡我想要什麼樣的家 一開始 我就會提供我的色盤 我是看了很多我喜歡的家過後 我就總結了我自己喜歡的顏色 大概是怎麼樣的 然後我就選了四個man的顏色 就是 藍色 黑色 赫色 跟米白色 這比較是我想要的家的主要顏色這樣子 然後有看到我 有一個紅色點點的嗎 那個就是我希望 點綴它不需要太多 它需要一點點的小點綴在我的家 然後我就會去把很多設計的 我想要的reference的樣子 我想要的感覺 或者是 有些特地的東西我非常喜歡 一定要出現在我家 我就會講我喜歡的元素有什麼 像下一張我就會寫 我喜歡這個3D的線條 我喜歡這個玻璃黑框 我喜歡這個木的設計 還有我喜歡這種小片的套 我就會跟大家講我喜歡什麼 還有一個我覺得 像是你一定要reference出來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一次談話 其實大家會很沉浸在談話內容裡面 就是ID們 他有時候會忘記了你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所以我覺得你要自己把自己不喜歡什麼 喜歡什麼reference出來 像我就會寫 我要的東西跟我必要的東西 OK 我要的東西是使用很高 然後一定要多收納 我要很多很多的除 然後很像國際插頭 因為我很喜歡買淘寶的電器 淘寶的裝飾品 所以我要很多國際插頭 然後你看我說我喜歡廚房有一個中導 我一定要有一個中導 然後還有就是 我現在租的屋子的廁所沒有插頭 所以對我來講真的超煩的 所以我就講我的廁所要插頭 就是我會remind自己也remind我的ID 我需要這些東西 然後我不喜歡什麼叻 我不喜歡藏灰的東西 很像擺設的東西 擺設的廚啊 不喜歡它很像酒了 我不收拾它就會藏回這樣子 還有一些像燈屏 我是注意到有時候我們拍攝啊 很像我們的相機 還有我們的手機這些燈屏呢 它會很影響整個視覺效果 我就會注意一些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像剃腳線的東西 這剃腳線呢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就是 它可以不要出現的話最好 就會跟它討論這樣 然後我會去list一點 比較specific的東西 好像我的store room 我要怎麼樣的 我想要它是有插頭的 然後它有很多收納空間的 我就會一個list出來 就是我喜歡什麼 像是我的這個公道 我要怎麼樣的design 我就跟我的ID講 我一定要那個design 我好喜歡這樣 我覺得很多很多還可以再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剛才我在IG問了一些 關於裝修問題大家需要怎麼知道的 等一下再一一回覆啦 我們是請哪間裝修師傅還是設計師包辦 我們設計跟裝修師傅應該算是 都是分開的 我們的contractor跟我們的裝修師傅是同一家 就是我們的uni club 他們其實有一站式的服務 然後我們的office也是給他們裝修的嘛 所以我就覺得找回他們會更好一點 因為我也知道他們細心程度到哪裡 所以呢我就很放心的交給他們 所以我們是分開的 有一個人會問我 我會做實用的還是好看的 我覺得我的人呢 比較算是實用加好看要併用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非常了解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像我其實我就不是很有美感的人 就是對於設計 好像一些擺設品我其實也沒有什麼要求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很好看 很適合擺設的東西 對於那些我就很無感 所以在擺設那一方面 就像一些擺設櫃啊 我就會跟我設計師這樣說 其實我不太需要這些地方 所以你盡量都幫我做成cabinet就好 我覺得設計家呢 比較像是你要足夠了解自己 家就是呈現你的一個東西 很像如果我硬硬要去做一些擺設櫃的話 如果我又沒有美感擺設出來的東西不好看 那個地方就只是深灰塵 不要勉強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擅長的東西 訂製櫃子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跟我前面講的一樣 你必須要很了解自己的需求跟要求 像我這一次訂製櫃子 我們是找signature訂製的 我的話我的衣櫃 比較是要用衣調掉 我會比較容易看得清我的衣服在哪裡 因為我們衣服真的很多 所以我就會跟他講 我很多東西都要掉的 Drawer你就不需要給我太多 因為Drawer我只是放一些 另一褲睡覺衣服這樣子而已 其他的話你就給我用掉的 很像廚房的話 我就跟他講 我要一些櫃子 我收納也是要多 我需要零食櫃啊 然後我需要半鍋的櫃子 我需要讓它收納起來看不到的 還有我有AirFryer 我就跟他講 我的生活用品有什麼東西 是要準備給我的 然後我就會List起來 然後他就幫我安排咯 還有一些 怎樣裝修前需要做的功課 就是你要先去看一下 你喜歡東西的尺寸 像我們就已經去看了床啊 看了我們的廁所的用品啊 看了我們的沙發這些啊 這些都是要customize訂製的話 我們就會before that 在裝修前就會去看 然後再給ID講 然後我們想要這個東西 你要自訂好幫我們量一下尺寸 然後就要很多很多注意 其實裝修前真的很多很多功課要做 衣帽間是如何設計 衣帽間其實我的設計呢 我只跟我的設計師講說 我很多衣服很多包包 我跟菜場有兩個人 需要有各自的化妝空間 我們兩個都會化妝 我們兩個真的很多很多東西 我就全全交給他們去設計 我要的東西 我覺得要會找一個 會幫你解決煩惱的ID也是很重要 他不僅需要採納我的生活方式意見 他也要有一個自己獨特的美觀 審美還有他也有獨特的經驗啊 然後也可以給我這種非常美感還好的人 然後為我的家增添一些美感 對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人問ID這方面是詢問了很多位 才確定交給哪位ID 還是一開始就交給一個ID 我覺得ID這個東西喔 真的是一個很看機緣巧合跟頭緣的 真的 我覺得你可以先跟這個ID拿他的作品 就是他有設計過什麼樣的家具風格 欸是你喜歡的 他可以做到類似你符合你的風格的 就是他的設計感會不會很跳躍啊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的 然後再去看 除了這一點之外我也覺得 你要給的output也很多 就是你的direction明確方向也可以給 就很像我的話我就會跟他講 其實我有我想要的風格 你可以不可以幫我做到 我也不想要完全跟著我的給的reference走 所以你可不可以幫我做一個 又有我想要的風格 但是又很特別獨一的 就是他可以幫我創新一個新的reference這樣子 這樣子的概念啦 去去看那個designer的作品 如果你真的很不懂很不了解的話 你就可以找我們這個ID 因為我們這個ID 我覺得他的設計感真的很厲害 他也會幫我去突破一些我不敢的東西 像是其實他們看到的東西 跟我們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我們看到的東西就是怎麼樣 OK這個家原本該有的樣子就是這樣子 可是他們看到的都是 哇這裡敲了過後會很美 就是有一些我們不敢觸碰不敢觸及的東西 是他們可以看得到的 就會很開心 哇找到對的ID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省去很多煩惱的話 也可以直接用我的ID啦 因為我也嘗試過了 他們也確實可以達到我要的要求 我就覺得我的閒著的心放鬆了很多 對就是ID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裝修費用是一次過付嗎 其實我們裝修費用有點像分期付款會嗎 也不算是分期付款 就是他括了我們一個價格 然後我們就一點一點的慢慢給 就是也不會算一次性 因為其實UNICRAFT 就是Jason 他也是我們認識很久的朋友 所以我們也是有溝通好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是給錢的 所以 我不知道其他的contractor 會不會跟你先收50%怎麼樣的 但是我們是有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可以按照我們舒服方式給他啦 家具和家電如何比較價錢和品質 我覺得啦 你要先看你的需求 像是 我可以很直接的講 家具方面 我是按照品質 家電方面 我是按照 有就好 就是因為我不是一個租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需要很精磚的家電 所以呢 我就覺得 啊 Level有到 品牌是安全的 Safe的 我就可以拿了 不需要他很厲害的東西 因為我又不是廚師 又不是什麼什麼什麼 啊 所以我就會要求 就Level有到 就OK了 就是有點 他不要太差 然後又可以符合我要的一些需求 我就覺得 嗯 很好 然後家具的話 我就會比較 不同方面不同的東西 像是我家具的話 我有養狗狗嘛 我就會考慮到 哦 其實我本來想要皮製的沙發 然後我就想說 嗯 這個不可能做到 因為我的狗會刨沙發 所以我想說 啊 這個不可能 是我考慮的範圍 那我就去找一些 可以耐磨的沙發 這樣子 我會依據 我不會什麼東西都要最好 或者是最什麼的 最最最最最最最怎麼樣 我要看那個東西 是不是我要求的 就是 是不是符合我要的 然後 我是不是在這個角色上面 很需要 或者是 它其實只會在我人生中 出現一個小部分 所以 它只要做到一些功能 就好了 會不會只是要這樣子 還有我覺得 給一個tips給大家 就是 你非常要 很知道你生活上 需要什麼東西 就是 你必須要很了解自己 跟 如果你有跟別人住的話 你們必須溝通好 你需不需要這個東西 就比如說 好像 提前要做的東西 像拉電啊 這些東西 都是需要提前就做的 因為你的設計師 他是不知道你的生活 風格是怎麼樣 所以你必須要去提供他說 廁所我一定要有插頭 因為我想要在那邊吹頭髮 可是我的東西是需要充電的 我的替褲是需要充電的 我需要放在廁所 啊 這些東西好像 雖然我有些櫥啊 像我衣櫥某個部位 我會放插頭 像我的倉庫 什麼部位我會放插頭 這種東西 你就必須要去提供的囉 因為你的ID不會跟你講 他也不知道你怎麼樣生活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你可以 提供給他的 這樣你就會一勞永逸 就比較 會那麼麻煩 差不多 大概裝修前 大概需要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在影片 如果我好像有什麼問題 你是需要問ID的 或者是什麼問題 你是需要問contractor的 我不妨可以去訪問一下 或者是讓你們解惑你們心中的答案 或許你們留言影片的下面 也可以讓我去注意一些 我裝修該注意什麼 然後也更多讓人家知道 裝修該怎麼壁壘 該怎麼做準備 這樣子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的 真的非常期待我的家以後會裝修到怎麼樣 然後慢慢地會去記錄一下裝修的時候 會遇到些什麼東西 你們要注意什麼 我會慢慢地記錄這些東西給你們啦 OK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了 耶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一個裝修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裝修影片 我會不會太過分 太過分 你會不會太過分